我希望全球要携手治理荒漠化 因为环境问题是没有国界也没有边界的 自杀是一个永恒的主体 凡是在干旱区生活的都面临到要防杀自杀 因为这个地区中国生活有四亿人 首先要改变自己生存的环境 控制住不让沙子和房子买了吧 第二个还要有收益吧 这个要生产 我现在的职务是三北工程研究院的院长 自从有了三北工程 我们有了一个以国家工程来治理荒漠化 治理沙地这一个国家的体系 我们要知道自然是怎么变化的 我们构建了大型的防护林体系 我们发展基于光伏的沙区产业 我们给它做了一个产业的发展的模式 治沙不是说对所有建造沙 建造沙漠都要治理 如果没有需求没有需要 那就让它自然状态是最好的 如果有了需要 那我们要用适应性的技术 我寄希望于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我们人生的沙漠能够保护好 然后再能够看到 原来地球上的沙漠沙地长什么样 第二部分是我们人类活动干预的部分 然后我们给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所以我们寄希望到2050年 就是我们三北工程结束的时候 将近80%甚至90%的 这个已经荒漠化的土地 重新得到修复 随着我们人类对生态 对生活 对生产更高的要求 里边仍然有很大的欠力需要研究 希望更多有志于从事 防杀制杀防止荒漠化的青年才俊 参与到这个工作来 它是一个采放的领域 所以我想会大有可为 加入我们 一起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加入恢复一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写 helmet 第一个最委屋 制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